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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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個影片是 STPM XT SAMC署發洩的討論影片 這個影片會討論 2013年烏浪案的考卷 所以 你們如果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SAMC署有烏浪案的 在以前刚开始FDPI semester 制度的时候 M3是有五郎安的 到2015年罢了 到2015年 最后一年的五郎安之后 从2016年开始 MPM就废除掉M3五郎安的制度了 因为可能时间不够的问题 如果M3有五郎安的话 怕会影响到你们进大学的日子 所以他们就MPM决定 从2016年开始就废除掉五郎安 所以M3只有三年有五郎安 就是13年14年等15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2013年 五郎安M3的考卷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你们要知道了 现在我们看它的第一题 第一题它题目一看就能明显 Standive diagram 它可以讲说Standive diagram 最后面显示 The average intake of fat 50 in grams of 60 Undowed valentine in a medical research 比如说这边是他们的 Fat intake Fat intake 一个星期的油的摄取量 in grams 然后是从60个 60个大人打的data 从这边data 你会看到 这样咯 data 所以这边总共有60个data 然后最下Standive diagram 你们最重要就是要看这个 他们的definition key 所以你看它这边写 10 slash 0 means 100 所以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10 slash 0跟你100 然后如果假设我随便拿一个 例子 如果是8 slash 1 等你81 如果是9 slash 2 等你92 以此类推好像这个 如果是11 slash 1 就是等你111 以此类推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明明了 OK 接下来我们就看他的题目 第一题 OK 还要你算出我们的median和interquartial range OK 其实如果你们看Standive language 它其实是属于什么data 我们在第一课我们有学吧 两种data 一种是group data data 还有一种是umgroup data 请问一下如果Standive background 你可以把它归类为group data 为什么 因为其实如果你把它拆开来 它就是81 82 85 85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ungroup data 来的嘛 ungroup data 所以 这个就是ungroup data 所以这个不是属于group data 所以 你知道 只是说这个ungroup data 他已经很好的帮你 帮你排便便从小到大 五八十一到最大147 那就帮你便便了 便便了 所以很好 所以已经很好了 算对你不错了 所以他要你算出median ok 你要查一下你算出你的median ok median 我们讲过的median是属于第几个的60吧 所以我们真正如果看的话是60除以2 所以等于30 如果第三十个 可是 他问题是你现在是整数 在我们在数学里面 如果发现到整数的情况下 如果total number是整数的 整数的情况下 其实是没有median的 为什么 如果假设我给你一个整数 不是整数 那个所谓的双数 even number 比如我给你看 1 2 3 4 我给你看那个 我给你一个双数的data 比如15 然后16 然后18 20 ok 请问一下这个如果你要算median 如果我们都懂吗 median是中间吗 请问一下这个有中间吗 有中间吗 ok啦 4除以2等于2 请问2是中间吗 不是吧 2是中间吗 16是中间吗 18是中间吗 我们不知道吧 他真正的中间是在这里的 他真正的中间是在这里 16跟18之间 可是问题是 16跟18之间的 给所以意思就是说 所以意思就是说 所以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这种 Event number的 你就不能用 这种你就不能直接直接 60除以2 可能于30 直接从这边算出 第30个号 就是Event 就是median 不能 因为真正来讲 我们根本就是不知道 它根本就不是median来的 好像再看看 还遇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好像30可能就在这里 有不对吗 所以这个有吗 所以这个就不是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一定要拿 好像刚刚的情况 14 16 18 20 你刚刚这样的情况 你要算median 就是拿出他中间的 丢好像4除以2是第二个嘛 你要拿他这一个加这个 加上一个这个除以2 就是你要拿16加18 除以2等于17 17才是真正的median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如果你拿到 你总共有60个号码 就是 除以2等于30 所以你要拿 第30个号码 跟第31个号码 除以2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 第30个号码在那里 就一个个算了 123456 1234567 这边有7个 所以这边7个 这边14 15 15 55 55 加8 15 15 加8 16 17 21 22 23 25 25 26 27 28 29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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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我刚刚算错了 所以我们就拿 第30个号码 跟第31个号码 加起来 除以2 OK 第30个号码 你懂是谁吗 median 111 111 给111 加111 2 所以加112 除以2 所以到最后 你的median就是111.5 这个才是你的median 这一题它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它的total number是双数 Event number 你看现在Event number 你就一定要这样子做 你就不可以像我们的所谓的Orc number Orc number就是单数 直接打 660除以230 直接算出第30个号码 直接打 不可以 OK 同样的median是这样 我们的Q1跟Q3是一样的 不要害怕你算出Event number 所以代表说你要找出Q1跟Q3先 OK 所以我们先找出Q1 OK Q1 我们懂吗 Q1 Q1是1分之1的乘以n 所以 你的Q1是60除以10 OK 60除以4 你会得到 你会得到第15 所以它意思就是说 它是在第15个号 可是我讲过了 它已经是双数 所以你一定要把第15个号码 跟第16个号码相加进来 OK 现在我们就看第15个号码 首先 你知道这边是1234567 这边有7个号码 7个 所以这边7个 所以第15个号码 OK 所以第15个号码 就是99 跟第16个号码 就是100 所以就是99 加100 我们要除2 512 然后等于99 OK 现在我们看 Q出以Q出以也是1 Q出以我们懂吗 它是3分之3 乘以total number 所以这个你就会得到 你会得到45 45 所以第45个号码 OK 所以第45个号码 然后你就从 这个时候你就从后面开始看的 OK 所以这边是60个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51 50 49 18 47 46 45 45 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第45 那你就要拿第45跟第14 第16 第16个的号码 加加加 除2 所以第45个号码是123 加你的第46个号码也是123 所以加起来 所以除以2 之后你会得到 答案还是123 给 给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这个就是你的Q Q1跟Q3还没有完 因为人家说出 interquatage interquatage 等于 Q3-Q1 是不是 所以Q3是谁 123-99.5 所以你的Q interquatage等于 158.25 不是不是不是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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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9.5 sorry sorry 23.5 OK 所以 8A就完了 这个就8A OK 现在看8B OK 8B还要你画出 box and physical block present的data OK 所以其实 很简单罢了吗 box and physical block 因为你都已经找到了你的 Million Q1跟Q3了 跟Q3了 OK Q 所以就完了 OK 然后你会问我 请问一下 我们需要 算outlier出来 要不要算 要的 我的答案是 我们是需要算的 我们要先算先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能确保说 81 82这些事 没有没有一个outlier 我们不懂 不然我们是需要先算outlier出来 OK 我们先就 先算outlier出来先 所以我们outlier outlier 我们就要先算 所以我们outlier outlier outlier 我们就要先算 我们就要先算 lobal boundary lobal boundary lobal boundary 的formular是 Q1-1.5 然后Q3-Q1 是不是它的formular 然后Q1你懂 算出来是99.5 所以 所以 到最后等 你 64.25 ok 然后你算你的outlier lobal boundary Q3-1.5 然后 乘以Q3-Q1 所以 答案就是 Q3你算出来是123 加1.5 Q3-Q1 给你23.5 所以 到最后你按你的考虑 你会得到158.25 OK 所以 意思就是说 要小过64.25 跟大过158.25 才算outlier OK 我们看 请问一下 有小过64.25 没有吗 最小就是81 所以 没有out 所以 没有for double boundary 的outlier 没有 然后他讲说 大过158.25 最大号码 上147 所以 其实就是说 这60个data 全部 都在 全部都是属于 在里面的 没有outlier OK 所以我们就能放心的 画出我们的 Block OSB's Cloud 然后 这个你们真正是要画 在挖paper的 不能 像我这样画 像这样 谁被sketch的 就是因为 我用computer的事 我没有 去特别去做 Graph paper 就大概的形状 你们应该要懂了 意思就是说 你们画一个 Hondry Hondry OK 之后 你懂你的Q1 Q2 Q1 Q2 Q3 你的Q1 你首先 先要 放那个 Schedule 那个 Scale Schedule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已经给你 80 90 12 所以我坚定就是跟着他的 然后最小的号码 你可以放80 所以就是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为什么要到150 是因为 它最大号码在 147 所以换到 150 OK 等一下我就换我们的 Q1 Q1 我们懂吗 Post and Viscope 就是这样的 例是这样的 是不是 好 这一条线就是 这一条线是我们的 Q1 这一条线就是我们的 中间这条是 V点 这条就是我们的 Q3 然后这个就是最尾的 后面最尾的 这两条线 这个就是最小的 号码 smallest的号码 这个就是 large 10 OK Viscope and Viscope 长这样的嘛 OK 接下来我们就 从你的GroundPaper 画出来 首先先画 找出Q1 给Q1是99.5 已经接近100了 所以Q1差不多在这里 所以然后你就给你的 medium 你的medium是111.5 所以已经是接近112 所以类似 差不多在这边 OK 然后你的Q3是123 所以差不多在这边 OK 所以你就可以画你的 啊 所以 啊 Pose and Viscope 出来 OK 差不多啊 讲 擋样的啊 差不多 擋样的 改啊 因为 对吗 99.5 差不多在这里 然后你的medium 111.5 OK 所以 差不多这样 OK 然后你就画你的线 OK 你的最小的号码是谁 最小的号码是81 跟最大的号码是147 OK 81就画到81在这边 然后147你就画到R4在这边 OK 所以就这样 8B就完了 OK 接下来我们看8C 8C 8C 他要你找出 他跟你讲 哎呦 The circle The above circle observation 就是这个 这个 不是我画的啊 是考试原本有的题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我画的啊 这是考试原本有的题 那讲说 哎呦 这个 observation是错的 你发现到这个137 这个100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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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错的 他讲 哎呦 真正的号码是173 OK So how this actual value affect your box and visible 所以 请问一下 这个 value 这个 value 如果把它变成173 请问一下 它会影响到你的box and visible OK 假设说 我们把它换成173 137在那里 其实讲真的 它在这里吧 讲真的 就算把它拿掉都好 请问一下 你会影响到它 173历史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你会影响到它吗 如果你把它搬过来 其实这边是不会影响到的 因为你最大的号码 这边到117 那如果你会影响 是影响到 你会拉长 拉到这边 OK 但是 我们先不要 但是 但是我们真正会拉长 拉到这边 你如果170的话 在这边 会拉到这边 OK 这样的话 是影响的 我们已经很明显 影响到box and visible 可是 我们别忘了 我们有算 已经算出我们的outlier outlier的意思 他跟你讲 超过158.25的 超过的 就是算outlier 所以173很明显大过 所以173是不是outlier 是吗 我跟你讲过 outlier 我讲过了 outlier 如果是outlier outlier的话 请问一下 我们还需要发现吗 不需要吗 在box and visible box 只要超过outlier的 那个就是属于 outlier就是已经out of venture out of venture 它不属于data 我们可以讲它 不属于data 所以173 所以我们会影响到这个box and visible 我们把它拿出来 173把它拿出来 会影响到它 不会吧 因为你就是要把它拿出来 最大的号码到147 你也是要画到147的嘛 然后173你把它拿出来 理论之上应该要点这到这边的 这个就会影响 可是问题是 现在你发现到 你的outlier 是大过158.25 你的173是属于outlier 所以你的box and visible box 根本就不会有影响 因为它只是点来这边 你的box and visible box 还是占1V 它不会有影响的 OK 所以你的第三题 你的第一题C 8C 你就要讲的说 讲的说 你首先要讲的就是 173 你要讲的就是 since我们的173 是大过158.25 就是大过我们的 upper boundary Therefore 173 所以173就是 都号 is out of is out of French if out of French Therefore 173 173 is outlier 它就是outlier了咯 所以之后你就可以做出 做出你的conclusion了 OK 然后影响box and visible 你要影响box and visible 请问一下 我们的Q1 median Q3 全部有影响没有 没有吧 还是保持原本 基本上都保持original的box and visible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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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是 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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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 同样 或者 你可以写 is not a factor 看你 is not a factor 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个是有一点思考的题目 你需要去思考说 到底 这个173 会不会对你的up 你的post and visible 有影响 你们要去思考一下 OK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 这样的题目 这样的题目 是 在probability 里面这样的题目 是很 撞的题目 因为很简单 它很direct的题目 它给你pobability a 跟pobability b 的value pobability a 1分之1 pobability b 1分之1 还有给你pobability a union b 1分之1 然后你找出 find the probability b given that a prime OK OK 首先我们先 画出来 我们先 我们这样的题目 首先我的建议就是 先 画那个 vindigram出来 就是a 就是a 跟b a 跟b OK 它你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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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bability b given that a prime OK pobability b given that a prime 其實等于 不是 given that 叫错 看写错 OK 所以你就会等于 pobability b intercept a 除以pobability a prime OK 所以你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要找出这个先 pobability b intercept a prime 这样找 好 因为pobability a prime很简单吧 很简单吧 一简你直接一简pobability a 就OK了OK 这个很简单 没有问题是你要找出这个吧 所以b intercept a prime OK 我们去看我们的vindigram 它是在哪里 不要b 我要b 我要b啊 我要b 但是 我要intercept不是a 我要intercept不是a 所以 intercept不是a 所以 代表说我全部a我都不要啦 所以我只要这里 我只要这里 OK 所以你要这里 你这边你要讲算 你这边你要讲算 这边讲算 是不是 我拿整个pobability b 减掉pobability a intercept b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说pobability b intercept a prime 等于pobability b 减掉pobability a intercept b 就OK了 OK 是不是 OK 现在问题是pobability a intercept b 怎样找 OK 题目它已经给你了pobability union b 是不是 因为其实你能找到 为什么 因为pobability a union b 等于pobability a 加pobability b 减掉pobability a intercept b 是不是 这个pobability 你们懂吗 这个pobability 你们应该懂 所以只要你就 sup你的value 因为a跟b 它已经给你了 所以三分之一 给你pobability a 给你七分之一 加五分之一 减掉pobability a intercept b 所以时候你会得到pobability a intercept b 到时候你会得到 1 over 105 OK 接下来 OK 知道了 所以你就可以找出这个 所以你的pobability b 是五分之一 减掉1 over 105 所以到时候你会得到 4 over 21 OK 所以你都已经找到p pobability a 你都已经找到pobability a 你都已经找到e 4 over 21 除以a 所以1减 你的a是1 1 over 7 所以到最后你按你的calculator 所以你按你的calculator 到最后你会得到pobability a 2 over 9 OK 这边就是你的最终答案 所以这个这样的节目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这个vindigram 一下子就看得到 好过你在那边如果你没有vindigram 你在那边想 哎呦 是的 你在那边凭空想象 如果你的想象力很好 可以不用vindigram 可是给那些可能想象力不大好的人 我建议你们用eventigram 比较好 一开始就能看得出来了 而且我相信这些你们应该都会 都会懂吧 这样 be intersect 在apply的这些vision 你们其实都在spm 学set的那个题目就应该要会好的 你们理论上身为数学 你们应该要掌握好的 如果你们这个都掌握不好的话 呃 我真的讲 请复习我去spm的东西啦 spm我相信spm你去google search spmset 那边应该有一堆的练习题 还是一堆的not给你的 慢慢去研究 这个你们应该要懂的 那因为spm我相信你们老师 也不可能教你这种东西要的 那这种你们应该要会 ok 接下来是第二题 第三题 ok 第三题 是popability distribution 这题也是 他也是 看好像是很direct的题部分 ok ok 所以我们先看 他给你discrete abandon variable ok 知道这个是discrete x has the probability function as follow 他给你这些 减60 20 24 跟60 ok 他也给你popability x 等于x 然后这些value 他还加了你given that 可以讲说 x-20 等于0.25 0.25 他要你找出p跟q出来 ok 我们p跟q出来 ok 所以这个这样的题目 其实他已经给你两个 两个 两个information 两个information 第一个information就是这个 其实还有一个information 他其实题目没有写 不过我们已经懂不了 在propability 我们都懂吧 只要propability 我们一定知道 他的total 这边的total一定等于1的 一定等于1 一定等于1 哈 这样的话一定等于1的 所以我们就有做出 我们就能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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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 几个equation 首先我们先写出这个equation 出来 ok 下这边 for part a propability x小过 等于20 ok 等于0.25 propability 小过 等于20 ok 小过等于20 从这边来看 是不是只有20个-60 ok 所以直接直接 p 加0.10 等于0.25 所以你的p就等于 p就等于0.15 所以p你就找到了 ok 所以接下来 你也知道 我们得到另外一个information 就是 这边全部加起来等于1 所以 p 你已经知道了 0.15 加我们的 0.1 加q 0.1 加q 加0.25 等于1 所以你就 把全部搬过去 右边 q就等于0 0 所以p跟q 你都已经找到了 超简单的 超简单的 给下我们看 b b 你找出 e x 跟这个e 过虎 e 然后过虎 x-e x e x 然后这边是square ok 首先我们先 先算出e x 这个e x ok 我们先算出e x 还有e x e x e x 我们都懂 e x 的formula for discrete variable 的我们的formula 就是total x x 这样吧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 从total算出来 看出来 total 我们都懂 这个的话 就 这样的话 这个就等于-60p 然后这个就等于 0.1 乘以2 0.1 0.1 乘以2 然后24q 然后60 乘以0.25 ok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我们以-60 -60p 是多少 0.15 ok 加我们的 20 乘以0.10 加24 乘以0.5 加 60 乘以0.25 所以之后 到最后加起来 你会得到 20 给 20 所以这就是你们的-es ok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什么鬼啊 有什么 这个外星外星外星文的 是不是 ok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你首先 先expand 里面的这个东东 你先expand 所以我们先expand 1 1 2 这个 大部分 大部分 然后 ok 首先你把它expand 这个expand 这个就是 x-e power of x 这个expand 这个出来写 所以x 所以x是x2 x2 x2 剪掉 这个你懂 我们都懂吗 这个我们都懂吗 x 这个就懂吧 这个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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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直接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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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然后这边又有一个X,所以再乘一个X 结果-2,X乘一个X,X在这边 所以然后再加,再加,E,然后这边是,XX2 如果我们把它拆开出来,OK 所以这边又在Modify,XX2,减掉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 2E2X,2X加,我们这边其实 1X可以1X,它有Square,其实就是等于1Square of X 一样的嘛,一样的嘛,一样的嘛,因为为什么,为什么讲假 因为1 over 1X,呃,sorry啊 1 over 1X,其实就等于 其实就等于1X,也是一样的嘛,OK 一样的嘛,所以就这样,所以接下来我这个就可以把减2,减2 XX2,减2加1,所以减1 Square,Square 这个其实,其实如果你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方法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是等于variance 是不是等于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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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它只是换一个方法文的嘛 它这个其实,它其实就是换一个方法文的 所以你要,所以首先你要算出这个先 因为1X已经找到了嘛,首先你要先算出1X2 这个你没有找到 所以你要先算出1X2先 就是,就是Total X2乘以Properity X2 是不是,所以之后 你从,再从你的Table看哦 X2,这个就是减 意思就是说 你要得到的是 减60Square 减60Square 减60Square,减60Square乘以0-15 加 我的20Square乘以0-1 20Square乘以0-1 20Square 24Square乘以0-50 加 60Square乘以0-3 所以,到时候你会等于 1768 OK,之后就 之后就 删进去了 1768 减掉你的 Square of Ex 是20Square 所以,减掉 20Square 所以,到最后你会得到的答案就是 1368 OK 这个就是答案 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就是要你算出 Variance的 只是说 这个NPM 它故意说 它不要用这个VarianceX 还要用这样的方式来 弄你的 它故意的NPM 你不能叫NPM 什么 它就是故意的 故意弄你的 所以,你们 你也只能 这样咯 我也不能讲 首先,这样的题目 这样的题目 首先,你也不要太惊慌 就是 先Cut 先 做掉里面的 Expand 里面的这个Square 之后你Expand 得到这个 之后你再把它拆开 拆开来之后 你就会得到这些东西 然后你再Modify 这个Expand Expand 就等于这个Modify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然后你再拆开来 你就得到这个 最终Equation 其实这个最终Equation 就等于VarianceX 它其实NPM 要你找的题目 就是VarianceX 它其实就是 要你找这个 只是说NPM 它没有用这种 它不用这种方式问 它用这样另外一种 像是数学 叫你Critical Thinking 方式问 来要你找出Variance 这个就是NPM NPM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题目 方式出现 你们要去懂 这个就是第三题 下来我们看 第四题 第四题其实也算简单 也是很direct Rendance Sample of 100个 measurement taken from a population given的 方式比较 OK Total X 等于这个还有一个 就是给你这样的 Total X-8X of Square 等于三千一百 有十八 所以这边已经给你了 N等于一百 它已经给你N了 然后 Determate a 95% Covident interval for the population OK 首先你要先算出 population 你一定要有什么 啊不是 你要先算出 confident interval 你一定要有的formular 有 8X-ZαO2 然后 Sigma 除以Square6m 是不是 可是问题是你现在8X 跟Sigma 都没有 那你的这些8X 跟Sigma 都没有 所以你要先算出 unbiased estimated population mean 跟unbiased estimated population 所以 所以是为什么它的分数 这么高 气氛 它虽然题目没有讲 不过你要自己先算 因为你没有算的话 你不会知道这两个value的 你要怎样知道这两个value 所以 8A 哎呦 没有位了 8A我写在这边 所以8A unbiased estimated estimate estimate population mean 所以 escap 等你 total x 所以total x 你得到 你的打 它给你的是2980 除以100 所以当然就是29.8 ok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算出unbiased estimate estimat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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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ance ok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这样的吧 ok 所以这个题目呢 它已经给你 它没有给你这个total x2 可是它给你的是total 所以这个你要用它最原始的formula 它最原始的formula 它最原始的formula 其实是这个 除以n-e 这个是最原始最原始的formula 最原始的formula 最原始的formula 就是这个 之后它你看到的那些其他的formula 有这个total x2 因为其实它是属于从这边modified出来的 它从这边modified出来的 才有你看字 每次用的那三个formula ok 所以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它因为它就e-directly了 所以直接directly sup它的value 就 它给你的3168 3168除以99 因为100-1 等于99 所以total等于 oh 等于32 ok 所以unbiased estimate population mean跟4 estimatepopulation variance 你都已经算出来了 接下来 你就可以算出我吧的 sample mean 好 sample mean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to 29.4 你的 population mean 还有 跟你的 variance variance 就是32 除以 sample size 所以 x normally distributed 29.4 到中 你会得到 8 25 ok 这个呢 其实我只是写出来 让我更明白 吧 可以明白吧 其实你要不要写 看你的 我是每次都有写的 其实 因为它叫你算出covid interval 所以其实要不要写是ok的 都不用紧的 只是我每次都有写的 ok 之后 之后你要算出我们的zalpha02 所以zalpha02 他给你的alpha是谁 alpha是多少 alpha是0.05 所以0.05除以2是0.02 所以说你从你的table 拿出来是等于1.96 所以你的 8x 加起zalpha over2 sigma 除以sqrt n等于 29.8 加起1.96 sqrt 85 为什么我用8525 因为我有这个 我自己已经simplify 它了 如果你没有simplify的话 你要用这个 好 ok 所以 所以 你之后 之后直接directing conclusion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population mean is 如果你按你的calculator 你会得到28.6913 到30.9087 ok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我part a的 ok part a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part b 他问你说 他叫你increase suggest to where to reduce the width of the confidence interval that you obtain ok width of confidence interval 就是你每次得到的 confident interval 是这样的吗 bar 这个就是你的 population mean 就是 population 就是你的population mean 然后你得到每次的 confident interval 这边就是bar s sigma n 然后 然后这边就给你bar x加 除以n 然后 vif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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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度 然后还要你 decrease 这个vif 你要re-decrease 这个vif 你要有两个 有两个方法 所以我们都 我们都懂吗 我们都懂吗 在 estimation topic 里面 如果我们拿的 我们拿的sample size越少 如果我们拿的sample size越少 其实 sample size越少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vif 就会越大 因为你sample size最少 其实我们很难去标准说 标准说到底是 到底是 到底到底那个size是多少 因为比如你看 你从那个sampling 其实sampling 那个我们的normal distribution 大家都懂的 如果你拿很大 你拿很小的 很小的 很小的 很小的sample size的话 从population拿很 而用sampling 我们是从population 你随随便 拿sample出来吧 如果你拿的sample 是很小 像比如n等于500 你拿的是很少的话 其实你的distribution graph 是很酷的 可是如果你拿n等于100 你的distribution graph 是很normal的 很窄的 所以同样的 你的estimation也是一样 如果你拿的sample 是很大 很大 越大越好听 越来越大的话 你得到的vif肯定会越来越小 因为你拿越大 代表说 你得到的 你得到的 就是我们的 population mean的 那个covid interval 越来越接近 population 越接近 肯定的 因为population 是很大的 可是如果你 如果你拿越大的sample 代表说 你的population mean 你拿到的 covid interval 会越接近 population mean 所以我们的 第一个方法就是 increase increase sample size ok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好会影响到 covid interval的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 covid interval 我们的covid interval 就是alpha value alpha value 有一个影响吧 你只有自信越高 你只有 如果 自信越高 代表说 你的vif 就会越大 你的covid interval 如果你拿的 你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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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你拿越大的covid interval 代表说 你的alpha越小 是不是 好像如果你拿99% 好像如果你拿95 我用90 叫95 因为你不给95 90%跟95% 你的alpha value alpha for 90 是alpha等于0.1 0.1 然后你这个for 这个alpha等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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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foralpha 我们都懂 alpha意思就是说 你在你的normal distribution里面 你的95%的话 alpha 0.5 就在这边 在这边 在这边 然后0.5 但是如果你拿0.5 是不是就在这边 这个foralpha 0.1 然后我们的confident interval 其实是不是从这边算到这边的 如果你从你的normal distribution 比如说这边算到这边 所以如果你拿越低的confident interval 所以你的riff就越短了 如果你拿越高的confident interval 你的riff就会越长 越长 越长 所以我们就是要decrease decrease decrease percentage 用这个符号 of confidence level 你要decrease那个confident interval 不是decrease confidence interval confident interval 就是你算 你是算的这个A跟B的 那个B的你要decrease confidence level level 或者另外一种题目 或者你可以另外有一种就是increase the significant level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第三个就是o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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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模一样意思就是increase increase significant 跟level 也是一样的意思来的啦 一样的意思就是alpha增加alpha的 看你啊 看你啊 用哪个啊 不可以接受是一样的意思来的 ok 这个就是 4B 这个你们 丢欲咯 4B是属于算是丢欲的题目咯 如果你们有懂decrease的人咧 啊 就去翻 就有去读那个课本啊 那些字啊 因为课本他们在 做exercise之前一定有跟你讲decrease的嘛 那些decrease那些字 如果你们有去细读的话 就会做咯 如果给那些没有去读的人 做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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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就可能不会做啦 ok啦 所以有些部分的decrease你是要懂的 ok 这个是第四题B 现在我们看第五题 ok 第五题 hypothesis testing ok 第五题 它可以讲 car banners are spray painted by a machine the band thickness on car banners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with a mid of m 跟standard division 1.035 per random sample 64 points band thickness of car banners given a mid of 1.95 是1.95 然后test the high note noticing h0跟h1 at the 5% 这个它其实的题目很好 它已经给你h0跟h1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去想h0跟h1 ok 所以它给你的题目是 normally distributed ok它已经给你 它是normally distributed distributed了 它也给你知道它的population mean mean就是给你mul 它也给你知道你的sigma 等于0.0.0 它也给你知道你的n 64 point point band n 等于14 它也给你知道你的bar x 就是等于0.0.95 它也给你h0跟h1 所以接下来就老样子第五题的题目就是 每次每次做第五题 第五题一开始就可以要写的h0跟h1 要写的吗h1已经给你了 mul跟你0.2 然后h1等于n 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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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 开始先算我们的critical value critical value critical value 就是z alpha alpha给你0.0.5 然后这个是属于2.0.0 0.5-2-0.02 所以你从你的那个 Table看到会得到 1.95,Modulus 1.95,因为它可以是 减1.positive,它也可以等于 negative,然后Critical Vegion,它是 2.test,CriticalVegion就是 Z大过Modulus 1.96 因为它可以是Z大过1.96 或者Z小过 -1.96,所以我们要用Modulus 来代表它 OK,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 Directly test statistics,所以 If HNOT is true 的话,我们的Z test Z test,就会等于 你的Z test是8x- 不是,8x-mu -mu嘛,除以Sigma 除以Square OK,现在8x 8x它给你的8x是 0.95 0.195 减掉你的Modulus 0.200 除以你的Sigma 是0.035 除以Square √N 是64 到最后你得到 1.1429 OK,所以它这个是 negative,所以negative 就要跟negative 就比较 negative就是 -1.96,所以-1.96 跟-1.14哪一个比较大 跟-1.14是不是大过-1.96 所以,我们 所以since-1.1429 大过-1.96 所以我们的-1.1429 -1.94 is not in critical region term 所以我们不reject H0 Do not reject H0 H0 所以 所以 因此 你就要做concussion look at alpha at 5% significant level significant level significant level 看回去它们的concussion 它要做什么 ok that's the hanna of the 6 ok,好像你去test说 test说 not equal 意思就是说 我们 不reject H0 所以我们 我们 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说 mul 的你 mul not equal to 0.2 因为我们不reject H0 所以 that is insufficient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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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conclude that that mul not equal to 0.2 0.0 mm ok 直接 半 ok 所以 这个就是第五题 接下来我们看 A5题 ok 第六题是 TiSquare Test ok 所以第六题 The power light across the bridge of mountain are constantly shot by lightning The number of curbles per week is recorded for the last for the past 72 weeks The visa are attention below 就是 3天的次数 0.1.2.3.4 超过4次 所以 有0次 3天 有14次 14个星期 然后如果有1个商店呢 还是有21个星期 ok 所以 等下来讲你走出 perfect H0.2 GNF 它已经给你讲说 它是GNF 的了 at the 5% significant level alpha 给你1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ata feed a poison distribution will admit of 2 ok 然后它也给你了 probability 你是不需要去算 probability 你可以直接 直接利用这边的table 算出Ei 所以这边就 很简单 很简单 所以直接H0H1 H0就是 我们的data the data fix poison distribution poison distribution with mean of 2 ok 所以你的H1就是 全部照照是 does do does not does not feed the poison distribution with mean of 2 就这样 ok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都懂吧 我们都懂吧 它是poison distribution 所以你要先 let x 的你 因为你要 define先嘛 let x 就是 number of lightning strict per big per big per big ok 所以你的 x is aposimate to poison distribution 2 ok 接下来我们就 可以算出我们的Ei 所以我们直接算Ei 所以我们直接算Ei 所以直接用Table x probability x 直接Directly Table Oi 跟Ei OK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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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的 提目看一下 14 21 17 21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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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接下来 这边要放一个Total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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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定是72 你一定要得到 得到的Total Number一定是72 这边也一定 也要得到72 如果你得不到72 这代表你 到底了 然后接下来 Ei 我们怎样说Ei Ei Ei 就是 N Total Number 72 乘以你的可能性 可能性就是 尊重的可能性 比如像这个的话 好像第一个 你就拿去12 乘以0给1353 第二个就拿去12 乘以0给2707 所以直接 按考虑网罢了 9.4716 然后得到19.4904 然后这题也是 这个也是19.4904 这个12.9888 888 然后这个10.288 OK 可以等到这样的答案 之后你就可以直接 算出我们的 degree of freedom 所以degree of freedom V等于 V等于 1 2 3 4 5 5个 所以5减1 5减1 所以 4 我们接下来算 dass statistic OK dass statistic我们都懂吧 tri square等于 total oi 减1i square 除以1i 然后这个的话 我就直接 directed 给答案 因为 没有 拿着算 我直接算 所以直接会得到 2.8811 OK 接下来我们就算 我们的 critical value 那得到给你 tri square 我的significant level 是0.05 嘛 是不是0.05 不是0.01 讲错 sorry OK 0.01 然后 degre of freedom 是4 所以到时候 你会得到 从你的tri square distribution table 你会得到13.28 所以你的critical vision 就是tri square 大过13.28 所以很明显嘛 2.8811 小过13.28 小很多 所以 since我们的 2.8811 小过13.28 所以我们的2.8811 是is not in critical vision 所以我们 do not reject is not conclusion 你可以做一个conclusion 所以at 1% significant level 我们的 我们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我们 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说 那个 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是 这个data does not fit the poison distribution 所以我们 没有足够 that is that is insufficient evidence i.e.s insufficient evidence to conclude that that the data does not 因为我们 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讲说这个data 是不 不跟着 poison distribution with landa mean with mean of do ok 这个你们 懂 does not or does not fit poison distribution with data 这个你们 懂 所以 所以 接下来我们看 第七题 所以 第七题 你叫 describe with describe with the standard normal vendable 你知道 什么是standard normal vendable standard normal 就是我们知道 z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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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describe 两分 就代表说 你要describe 两个 point ok 所以 describe 怎样describe 第一个你要describe 的是什么 standard normal 我们都懂 standard normal 的意思 其实它就是 它就是 属于 discrete vendable 还是 属于 continuous vendable 什么 discrete or continuous continuous 为什么 continuous continuous 因为standard normal 其实它就是 从normal distribution 所以它就是 它就是 it is continuous vendable vendable ok 第二个 它第二个 为什么我们每次要算出 standard normal 因为每次我们 每次得到 normal distribution s大过5 大过a 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要换成 zscore zscore 其实就是standard normal standard normal 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们有知道 那个stackscore 的那个curve distribution 每次得到的 请问一下 z 每次这边是等于0 每次这边等于0 等于0 等于0 其实是什么意思 这个等于0 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等于mu mu等于0 然后我们的variance 我们的variance 我们的variance 呃 variance 永远 等于1 因为我们把它standardize 所以min等于0 standard sigma等于1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 他们的min 他们的min等于0 然后他们的sigma等于1 所以 therefore zscore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with 0 跟1 这个就是它的 最简单的definition definition 它是continual vendor variable 它的min等于0 然后它的sigma等于1 呃 sigma square vendor variable vendor variable 所以sigma等于1 所以sigma等于1啦 ok 也就是第七体 a 还要你describe ok 接下来我们看 dip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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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ok the lifespan of a certain black bulb is a normal vendor variable with a mean 950 跟standard division of 50 division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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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知道了 它已经跟你讲说 是normal vendor variable 然后 with me consentard division 它给你了 所以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a vantam b to slide bar has the life spend more than 1000 个小时 ok b b的话 它已经给你知道 你已经知道 一个information 就是 b的话 已经知道 s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to 我们的 我们的 首先 let x define let x the lifespan of sorry lifespend of light bulb ok 他已经给你 normal 他已经给你 是normal 所以 normal 它已经是 950 跟 sick sandard division 50 square 所以 所以 第一题 part 1 它要你找出 more than 1000个小时 所以 part 1 probability s more than 1000个小时 所以 其实 老题目 把这些时候 先换成 zscore sick sick 给你1000 减掉950 除以 除以 直接直接 直接 除以50 不需要放 sick 因为它已经给你 它已经给你 center division 了嘛 所以 pobability zscore 你会得到 是1 所以 其实 zscore 给你1 所以之后 你会得到 你的distribution table 拿出来 会得到 你给 187 这个是part 1 很简单 很divide的题目 接下来看part 2 part 2的话 还要你的是 determine the value of h sick sick 95% of lightbub have lifepan between 950 g h 跟 950 g h g g g h g 这个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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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会以为把它误 当作 confidence interval 很多人以为它是confident interval 但是你们看一下confident interval 我们通常都会有eroration sample mean的 请问一下它这边有跟你讲sample mean 没有吧 而且这个99%其实它其实是 pobability的value来的 它也没有跟你讲sample mean 它也没有跟你讲eroration 它也没有跟你讲sample mean就对了 总是没有sample mean的字节 所以这一题不是confident interval 你们不能把它当作它是confident interval 所以这一题题目它其实就是 很normal的pobability题目来的 它只是问到很像confident interval 所以pobability 其实它真正的题目其实就是 它将你转说嘛 lightbub lightbub 它灯泡的寿命是在 950-h 高950-h 之间 它得到的pobability是0.99 OK 所以就是 950-h 到x950-h 得到的pobability是0.99 OK 首先 这次要我们就把它换成standard normal standard normal就 550-h 减掉我们的950 就是μ 除以50 然后z950-h 550-h 然后就550-h 接下550-0.99 所以是h 50 然后你给9.99 OK 所以你要找出zscore 找出zscore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 我们先画出那个distribution curve 出吧 OK distribution curve 这边就是它体质就是这样 减h ho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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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这边 value在这边 给他可以知道这边的value是0.99 OK 0.99 所以接下来就要去懂的是懂的是怎样去算 怎样去算怎样去算 OK 我们都懂嘛 你们的sdbm的table是从左边算到一边的嘛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其实这个就等于 ho50 减掉 减掉 然后这边因为是减嘛 你把它搬过来 其实就等于 1减 ho50 之后 等于0.99 到最后 到最后你会得到的就是 我们的ho50 ho50 因为这边等于 1嘛 1减2 所以这边等于 2 所以这边等于 然后 然后 诶 所以吗 减减2 然后 0.99 0.99 0.99加1 等于1.99 然后之后你会得到ho50 等于1.99除以2 你会得到0.99 之后你会从你的那个distribution table打出来你会得到H over 50等于2.570 你已经知道 that score 所以你只知道你的H的利益 128.85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for H了 OK 接下来就个part 2了 OK 现在我们看part 3 part 3 它找出find the probability at the most one out of eight independently selected light but have a lifespan more than 1000个小时 OK 这一题题物有一点特别了 它也找出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最多只有一粒 一粒不过 八粒里面 就是说 DOTAL它现在给你的N是8 N等于8 然后 随便被抽最多一粒出来 然后 with perhaps a lifespan more than 1000个小时 life span more than 1000个小时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就不能用回这个所谓的standard normal 不能了 你不能用回了 因为它已经给你N等于8了 N等于8了 比如说从8粒里面 你要抽出最多一粒 就可能抽0粒或者最多一粒 一粒 然后这些life span是1000个小时的 它已经跟这个不符合了 不符合了 因为这个的话是跟你讲说life 每一个灯泡的life span 每一个灯泡的life span 每一个灯泡的 所以你算的这个probability X大过1000 X大过 小过1000 其实就是 那个灯泡有少过1000小时的寿命 或者X有少过1000小时的寿命 这个它现在要求的 你不是像你算寿命的 它已经没有叫你算出灯泡的时候 还要你算出灯泡的数量 所以这个根已经是跟这个题目已经是 不能 你就不能再用回这个题目了 你不能说probability X小过等E 然后probability Z这样的不能了 它已经不是了 已经是不同的situation了 所以这样的situation 你要换distribution OK 你就一定要换distribution了 所以这边的话distribution 我们会用的就是binomial 所以你要situation 你要define另外一个 Let y be number of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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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span more than1000个小时 OK 我们都 所以我们都懂 Why is binomial distributed 你的股总共有多少个 8个嘛 然后你的probability last span有多过1000个小时 是多少 刚刚你8万算的嘛 多过1000个小时是多少 答案是0.1587 所以0.1587 所以还要你找出probability y小过等E 所以你就答案 答案就会得到 你会 你会 用的就是probability y等E 0 跟probability y等E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 你就用binomial distribution 的formula binomial distribution 的formula 是什么 N C R P R N 所以用这个formula 然后8 所以就 8C 你的p 是0.1587 0 然后你的q 就等于1 0.1587 你会得到0.8413 8 加8C 1 你会得到0.1587 然后0.8413 然后7 所以按你的computator 你会得到0.6297 就这样 所以 不难 这个就是你要会去到83 你要会去想哦 你要会去想说 这个situation跟这个下面是不一样的 上面是叫你找出probability of lifespan of certain life 就是灯泡的寿命 现在starters叫你找出灯泡的数量 是数量 所以是不一样的 它跟上面的那个standard normal 是不一样的situation 所以如果你直接直接用这个s小过e 然后直接什么normal这样啊 这个就错了 这个就错了 不对了 因为它的已经是不一样的situation 这个不是叫你算出灯泡的数量 所以你们要去特别注意了 对 现在我们看第八题 第八题 第八题 哇 哇 这样的挺多 对 第八题 它跟你讲说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mobility survey study 所以在2006年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h30 years old and a bone survey for diabetes is0.1 就是说得到得到 超过30岁得到糖尿病的几率是0.15 它的proportion for population 所以就是说for population p等于0.15 它已经给你知道了 OK but A 还要你找出recent bantum variable of 20% 20%就是说 随便抽20个人 30岁 超过30岁以上的 然后其中有4个人 就30岁以上的20个人 有44个人是得到糖尿病的 perforce a hypothesis testing at a 10% significant level determine whether the current population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h30 years and above who a survey for diabete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2006 就是你还要你做一个test 只要你去看说到底 到底 到底 到底得糖尿病的人 有没有高过 高过高 有没有得到高过 population proportion 就是说population proportion 有没有高过 高过你的sample 我要知道高过 没有高过 先白一点 我要知道我的这个sample 到底有没有高过 高过我的population proportion 因为我population proportion 讲它0.15 然后可能这边你算出来的sample proportion 是4除以20 我要知道说 test 到底这个sample 有没有高过我的sample population proportion 这个你要去test 所以你的parta parta 现在就是先选出你的h1 所以你的h1就是p等于0.15 所以你的h1就是p大过0.15 因为我要知道到底有没有高过 小过我不想知道 我要知道到底有没有高过 而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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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另外一个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n是 它的n n 你看一下它的n等于20 二了吗 20哦 哎呦 请问一下我们可以用z test statistic吗 就是z z test 我们可以用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用 因为在hypothesis testing 在forproportion的部分 只要5 如果 如果n 小过30 或者mp nq 没有超过5 如果5的话 我们不能用z test的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要用probability的方法 我们要用probability的方法 来 probability的方法 来知道说它是 来知道说它到底有没有z h1 ok 所以这边我们就不能用 ok 首先它是大过的吧 for大过的situation 没有z test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能用alpha的人 alpha的人 for我们的大过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算出 它的probability 我们for situation probability s 大过或等于s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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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过alpha 小过alpha alpha 我们就拒绝了 我们就拒绝了h nq 我们就拒绝了h nq 我们就拒绝了h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s 这个我给你们awai s 小过或等于s 小过alpha 我们就拒绝了h 这个你们要懂的啊 这个 因为每次考卷都做test statistic 好爽啊 可是你们要去懂的是 如果n 是小过30的 我们for proportion 我们就不能做test statistic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not equal的 如果它是not equal的 not equal的 我们就有两种情况 就有两种情况 两个情况 两个情况 首先你一定要先算出来就是 你的x 先x是否大过x 你的x是大过mp的呢 还是x小过mp的 如果x大过mp的话 你要知道这个情况 因为p not equal 其实就是do the test 所以你首先你要知道是 x小过大过mp 还是x小过mp 如果x大过mp的话 大过mp就你的x4嘛 好像mp5过0 好像这个n它给你多少 n等于20嘛 所以20才能给5 等于3嘛 所以 有明显你的x是大过mp了嘛 所以是大过3嘛 所以你的x大过mp 所以就是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你要算的probability 是probability x小过等x的情况 而不是大过大过 大过等于x 大过等于x 就大过 就是说probability x大过等于x 然后 然后 如果它小过 alpha over 2 因为它是do the test 跟alpha over 2的话 我们就不接h了 你算出来的probability x大过等于x 是小过alpha over 2 好像alpha over 2 肯定0.25 你算出来的答案 可能0.25 你算出来的答案 你算出来的答案 肯定0.1 小过嘛 所以reject h 如果你算出来的答案 肯定是0.6 大过嘛 大过的嘛 所以我们do notreject h ok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下 如果说x小过 小过mp 你一样你就算出probability x小过跟你x 然后如果你算出来的probability 是小过alpha over 2的 我们也是reject h 这个for not equal 比较特别 not equal 你首先第一个步骤要先算出来 就是先算这个形式 你要先算这个 你才能知道你要用probability dx大过等于x的还是x小过等于x的 然后你算出来的probability 如果全部都是小过alpha over 2的 我们就reject h ok 这个是你们要懂啦 for sample proportion 如果当n小过30的情况下 好过30的情况下 ok 然后for这个情况 我们是大过嘛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的情况 ok 所以首先我们就是要先算出我们的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其实如果你看到proportion 其实它就是属于binomial distribution的吧 是不是 好 binomial distribution的吧 binomial distribution 为什么binomial 因为第一点 人我们人我们有1.1的人了 我们有1.2的人了 1.3的人了 好啊 而且我们有看到proportion 基本上就是一定有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定有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定有 binomial 所以我们先先 define 先letx等于 number of of people with x 大过等于30 suff get diabetes 他们的糖尿病的人 ok ok 所以就是x is binomial distributed 20个人 然后你的proportion 是 你给一股 ok 所以现在我讲过了它大过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就要用proportion x大过或等于4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因为它跟你说 有其中4个人得到x等于4 4个人得到糖尿病 因为普通如果你用z test 是不是算这样 你知道吗 你要算proportion 可是现在我们不能用 因为我们不能用z test z test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方法 proportion的方法 ok x大过等于4 ok 等于4 哎呦你总共20个人 哎 拜托姐啊 你要从4算到20个啊 我笑咧 你calculator按到4p 啊 不可能嘛 所以我们就要换z test 1-x 小过时 好 这样比较容易 ok 所以之后你就 用你bydomian distribution formula NCR PR Q N-R 所以就这样 0 20C0 然后你的p0-150 然后你的q给你0-85 20到20 减掉20C1-15 然后0-85 19 然后再减掉 再减掉20C2 0-15 Square 0-85 哎 sorry sorry 0-85 18 然后再减掉 然后再减掉到C3嘛 因为总共4嘛 到C3 20C3 0-15 Q 然后0-85 17 ok 再减掉20C2 然后你会得到0.3523 ok 我讲过了55 我们bjh 我要讲做 x大过等于4 要小过α 是不是 才能bjh ok 所以我们去做比较 所以我们since 我们的这个 0.3523 其实是大过还是小过α 我们的α是多少 α给你的α是0.1嘛 10% 10% significant level 是0.1 所以你的α 是0.1 所以很明显 大过0.1 所以我们的probability x大过 是大过α的 所以我们 do not reject h 所以你要给一个conclusion 所以你的conclusion就是 at 10% significant level significant level that is insufficient 因为你不reject h 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说 that is insufficient evidence to conclude that unclude that the 我们的那个看一下图题目 proportional of population proportional of population act and above who are suffering is high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说 我们的proportional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higher than higher than 因为我们不rejecth not 我们就代表说我们接收hnot 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说 这个proportional of population 是大过1.1 它是超过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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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高 is higher than that even 我们没有去这个 证据表明 所以 that the current proportional proportional population population who suffer diabetes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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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higher than that in 200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所以 这个你们要懂的 所以这个就是parta ok 接下来我们看partb partb的话 in another abandon sample of 200个人 x30 yes o 但是 so 然后其中十个人类 是得到糖尿病 然后 你找出proportional of perfective test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urrent 其实是跟a一模一样的 只是差别在于它的n 变成白 然后 x等于是死人 所以 其实这个呢 其实就代表我们 其实跟parta一模一样 只是说它的 它的 它的 那个 那个 an 它的 sample size很大 所以partb 我们都懂吧 它的h1 h1 其实是一模一样 0.15 还有你的h1 其实是大部 0.15 一模一样 就是啊 ok 只是说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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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om example是大部 30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 test mp 到底有没有 超过的 所以200 乘以0.15 等你 30 然后你的nq 等你200 乘以0.85 等你170 所以很明显 mp 加过给你5 and nq 也是大过给你1 所以我们可以用test artistic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我们的critical value critical value 就是z significant level 应该跟 其不是一样 啊 10% 所以z 0.1 等你 等你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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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跟critical region 就是z 大过1.282 ok 所以 so if H0 is true 你的z test 你要做出z test z test z test 等你多少 z test 它的formula是 你要懂什么formula 就是你的sample proportion 所以 0.2 0.2 减掉 0.15 除以sq pq pq 0.15 然后0.85 除以200 所以到最后 你得到你的z test 是1.9803 ok 就做比较 很明显嘛 1.283 大过1.282 所以我们的z test 是 in critical region 所以我们 reject H0 所以 其实 reject H0 所以 跟它的conclusion呢 其实 你就超回去这边 只是说 我们换成 啊 超回这边 就 ok 就 超回这里 ok 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 这边我们变成 That is sufficient evidence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说 我们的colour population 是 是 higher than that 因为我们reject H0 所以 就这样 8b 就这样 ok 所以 这份考卷就完了 所以整体来讲呢 这份考卷其实 呃 难度 不难啦 难成的 只是说 它有很多思考的题目啦 啊 比如 1c咯 1c 还有很多思考的题目 还有 3b啊 这样的题目 然后 然后 哪一题啊 还有4b 还有很多丢V的题目啦 啊 这一年哈 NPM出很多丢V的题目 还有7a 啊 他出很多丢V的题目 啊 还有一题就是8a 很多人会中心急 因为如果很多人不知道n小过30的话 很多人就会用 就是8a 所以8a就整个错到了 你8a 或者你8a 或者8b 有些人 有些人 8a就错了 8b就对了 所以你只得到8分 哭呀 因为为什么 因为 可能 你不知道啦 有些人不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哦 然后 他们可能忘记了 这个 所谓的n小 超过30的 不能用 DAS Statistic的 原理 因为大多数 我相信很多 Trial考卷呢 大多都会用 DAS Statistic的 所以 你们要去懂啦 所以这份考卷 大致上 就这样 所以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了 所以 Centry的你们 相信 应该也是要考试了吧 可能吧 所以 就祝你们考试顺利 谢谢